老王 是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次我回家我看到老汉哥 我以为抱不满力是老汉哥 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家 请进 接触《雷鬼》是 有很多西方的朋友 经常去酒吧里面玩 然后有些时候你会坐在那里 然后那边坐的时候 他们就放这种音乐 你是自己就融入到那个里面的 我们云南雷鬼和国外的雷鬼的区别 其实就是我们融入了很多少数民族的东西 最传统最古老的乐器 能融入到我们的音乐里面 在中国嘛 你知道原住民就是我们所说的本土人特别少 很多人他们根本就不了解中国有多少个民族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次全国巡演我们我去了16个帐 16个城市 每一次我都会问哎 你们知道那个少数民族吗 no 你们没有其他的小数民族到场 我们的理想 打起有大楼 我们的情 来 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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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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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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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爱情 回到云南演出很亲切 观众不一样 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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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杠酒醉》这首歌 它其实是瓦族的传统的一个调子 没有文字 我说的是瓦族 它没有传达就靠歌曲 那个里面的歌词尤其是耗子 就是 我华语说 他们就是一起的 因为他们也是少数民族 然后他们的状态 其实也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些人一直在坚持那么多年 然后他们还 看见我们还是有一点收获吧 然后他们也觉得 我们也做这个 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 我觉得如果我的生活中 没有康瓦的音乐 我活不下去 他们的音乐 包括他们的人 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就是 已经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 康瓦不仅是个乐队 它还是云南雷归的改革 如果你喜欢雷归 你肯定会有很好的思想 你很明白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你肯定会知道 雷归已经不当是一种音乐了 它应该是一种生活了 你肯定会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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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 你肯定会有很好的 我肯定会有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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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先来